第四節我們講一再貼身的東西 你今天有沒有出街? 有 你有沒有被曬到暈了? 那種熱法是 正如你曬到周圍,還要很濕地焗著你的汗出不了 正如的 你覺得這種太陽照耀是否好事? 少許就可以了,不能用暴曬 對於英國人來說,英國人很瘋地 看見太陽也會曬曬 早前你見過巨石鎮、夏至時去看 順便要曬一頓死,夏至是太陽 那是儀式來的,無消 但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就是曬太陽適量,但不要過量 對於男人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這個題目比較軟 如果你看到最新的研究 你總可以看到很多曬太陽的好處 曬過量,皮膚癌 曬小一點會否找到其中的科學依據 原來對我們有些顯著的好處呢? 原來他說內分泌是不同的 其實台長不知道你會否有這樣的經驗 你那天曬得多,那天晚上特別好睡 可能因為體力上消耗得很厲害 但實際上是影響到退黑激素的分泌 我們以前也有位朋友,應該是梁欣貴教授 他用另一個方法來講,因為他研究道教 他說現在古代講的單 不是外在年,而是內分泌 其實內分泌等於禁制 他見到某些東西時,他自己會觸發生產 所以在某些地方,如果說是長期沒有陽光的地方 自殺率是高的 他亦提及了,例如在加拿比海的人 那些熱帶地方的人 很喜歡唱歌、跳舞 如果你剛才提及到道家的東西 甚至吸收多些陽氣 那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可能大家聽到這件事好像V混混 但原來科學上真是 你這個人吸收多些陽光氣息 甚麼為之陽光氣息呢? 你令到你有陽光氣息 原來你可以在科學上的層面 生化層面看到 原來那個陽光 給你身體整個生理作用是怎樣 他可能令到你退黑激素 是,多些 然後另外一方面,現在找到就是說 他甚至乎令到你的食慾 整個血管舒張都可以不同 這是一個小小的追蹤發言 我想大家要關心這個問題 例如你一日常生活 例如你阿里山 會否造成你的人會容易depress 我也知道在加拿大 我不是特別針對 例如長期下雪 很多人一見到雪 就會自動抑鬱 而且是日短夜長 例如在外國 例如英國聽網友 現在夏天 今年也很重要 熱量也不斷四十度 其實夏天 要感受這些溫帶地方生活 你真的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一年 你不要說你適應 現在去英國的種種原因 你真的去到冬節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了解一下 就是萬天風雪 然後又沒有太陽 我自己當年在紐約的時候 我一見四點幾天黑 我自己也不開心 是真的嗎 但這樣說 有甚麼可以解釋這件事呢 曬不到太陽 曬光管行不行嗎 應該這樣說 其實人是最重要的 多些聯群結對 大家一起集體行動 多些去犯罪 即是吃飯團聚 我意思是 但是男人說了 現在發覺 他有一種賀爾蒙的分泌 曬太陽之後 但女性就不同了 我只是看很簡單 為甚麼突然抽這篇 我看見有個字眼很有趣 他說原來令到整個人 那種淡氧化脈的分泌都不同了 客觀的效果 令到血管比較舒張 我聽到這些淡氧化脈 和血管舒張 我第一件事的反應就聽到 咦 吃韋哥的反應 效果也是差不多 當然了 是否完全一樣 我不敢說 但基本上 就是你的人放鬆了 血管舒張了 其實跟韋哥吃韋哥一樣 是不是你可以曬太陽吃韋哥 這就是這樣的聯想 但其實當然 我覺得更重要的問題就是 在這裡怎樣 欺負到好處 來運用曬太陽 這件事 我們好知道 就是一直暴光是不行 完全不曬又不行 就是中間現在似乎是有好處 極端又有壞處 亦有少許好處 就是有一個最合理的位置 optimal point 是的 optimal point 這件事 老實說 我暫時未看到有很適合的追蹤研究 這也是出自一個比較冷門的期望 所以為何這個研究是屬於細緻一點 其實就是探討了一個很大問題變成一個小部分 但我們可否將這個問題再擴敗一點 譬如說我們在進化這個過程中 為何我們有這樣的機制對我們適應的環境會比較好 這是很簡單的 你曬太陽去運動暴獵 這裏最主要的訊息是你曬完之後 個人放鬆 然後容易誘發到你感覺肚餓的荷爾蒙會多了 運動多了 你的身體懂得自己自動自覺地找回食物 去補充你的營養 這是合乎的演化 但我這樣看 因為你以前要狩獵 你當然是日頭狩獵比夜馬狩獵 所以你日頭狩獵的時候 他便多給你獎勵 是否可以用這種說法呢 因為我每晚都可以去捉一隻牛吃 還有你看兩性的差異 你會看到有狩獵需要和沒有狩獵需要的人 男人和女人不同 對於太陽光出來的荷爾蒙分別 但兩者亦都有一樣的分別 就是他們對骨質變得更好 是嗎 這樣說 人類這種生物經歷過這麼長的演化 就是對於太陽的存在 我們已經有很多很適應的東西在 我們盡量去拿到太陽給下來的好處 亦都是要去規避太陽 即身體過熱 太陽過猛給出來的壞處 皮膚的黑色素的反應 我們脫黑激素的生成 以及我們曬完之後 會覺得肚餓 覺得累 覺得需要放鬆 需要補充能量 其實就是完全根據生理上的需要 甚至為何是一天24小時的生理週期 大約24小時的生理週期 大約24小時的生理週期 其實這也是一個適應選擇的結果 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更加重要的 今晚最重要的題目 重要於James Webb的節目 是甚麼呢 甚麼做愛姿勢 令女性最容易達到高潛的事 我們很少說這類的題目 我們很正經 我們說這件事是不猥瑣的 剛才有點誇張了 我們是很嚴肅地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討論的時候 也不是用色情的角度 我們純粹用科學的角度 所以是根據一個 你一定要有研究的方法 去說為何會這樣 你可否交代一下這個研究 這個台長你要補充少少少 因為我很水過阿貝 看到那個資料 其實就是研究人員去嘗試去 他不只是用一把口去訪問 因為其實你現在說這些 叫做性生活的問題 你用一把口去問 要別人去自報報 自己的誤差很大 你只是問一個男人 他的性能力感 通常你會發覺他會報大數 就算你說Bang King匿名 他也會跟你報大數 可能越匿名越報大數也不奇怪 即是想要講完不用負責任 所以誤差很大 所以他去研究生理 甚至乎牽涉到繁殖 性這些東西 你其實最好找到一個 比較客觀的標準 說客觀標準可以來自內分泌 甚至乎是你去做一些 一些儀器的觀測 儀器的觀測 儀器的觀測可能是 對於身體某部份 究竟興奮不興奮的狀態 可以是腦 但你去掃描 說真的 在性生活的性行為的時候 要掃描腦 這意味著什麼意思 你要一直被人掃描著腦 還要去 這個儀器 要你很指定的姿勢 去掃描 但你又要去很興奮地 參與某種活動的時候 這就告訴你 研究方法的困難在哪裏 其實最早代的行為主義 我記得應該是Taylor 是一個美國大學教授 他就研究在性愛方面 有什麼反應 他曾經是跟他的女秘書一齊 當然這個是通姦 但不緊要 他是插線 順便研究 以學術之名 當然這個是很懸賜 但那是純粹表面的 譬如我這個心跳 我記得其中一樣是心跳 心跳最容易量度 你現在這樣戴著手錶 就已經可以量度到 甚至乎你的心電圖 你也可以 或者基本的一些EEG 腦電波的掃描也可以做 如果你不介意 一直帶著很噁心的東西去做 現在就會自小很多 譬如剛才你說的EEG 他看到你腦哪部分著燈 即哪個部分 是釋出的熱量最大的 這樣說 其實如果這次的研究 他的方法又有些不同 他特別留意著 性接觸性器官的部分 尤其是女性的血液流動 從那裡去追回 哪一部分的神經線 最受到刺激 從這裏去追回 就是那個快感 尤其是讀女方 其實這樣說 不要只說性興奮 在很長時間裏 你要讀這件事 究竟痛還是不痛 你不是很容易的 現在我們有比較客觀的標準 去說一隻牛 被人劈的時候痛不痛 一隻狗受傷的時候痛不痛 所以你說 有養寵物的人 他怎樣可以說 我的寵物受傷 很痛苦 我們現在是有客觀標準的 其實也有個個案 在某間醫院香港 那個男的護士和嬰兒 她去洗澡的時候 那些水很熱 那嬰兒後來沒有哭 怎樣查這案 就是當時嬰兒的心跳 證明她是六親的小孩 心跳是其中一種標準 更加重要的是 整個痛感神經的反應表現 甚至在腦內的作用 她受到那個 你也知道 一痛是有個訊號出來的 是嗎 你的腦會悉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你止痛是怎樣 你咳了我的訊號就可以了 那你沒有人會覺得痛 是 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在研究 雖然這條講 就是用一個 很研究性興奮的角度 但其實背後有一個 什麼問題呢 一個神經反應分析的問題 去研究一下 究竟男士 用哪一種姿勢 跟女士去性行為的時候 就是給到女士最大的興奮 那這個是男士福音來的 男士一定想知道的 即是大家很多時候 男士 尤其是 不要說年輕或年老 很多時候 受到一種錯誤的性教育 就是來自她 去下載一些AV 很多時候 她拍出來 就是她給到你一種 視覺上的興奮 即是沒有興奮 但是究竟女方的感受是怎樣 我們沒有客觀標準去量 而她這個研究裡面 台長有沒有看錯 有 她就說 用傳統的傳教時釋 你讓我說吧 我說得比較細緻 超聲波 超聲波 就是超聲波去量 超聲波去量 超聲波是最不在乎的 即是你不需要把東西放進去 你遠遠可以測試 是的 所以就不像之前那樣 大家戴上的帽子 周圍有電線 就不是這樣的 可能一個比較有 不過大家很奇怪 你想想現在 孕婦去超聲波 你都要塗一些Jerry 即是有東西在那裡看著 其實在過程中 可能都會有些東西 貼在那裡去量 是的 好 接著就找了一個夫婦 她的sample很短 但我想她的意義很大 就是說用五種不同的體位 是 即是去 哪種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哪個最有 即是誰達到高潮 我們有答案的 有答案 十分鐘 你說長還是不長 我就不知道 結果他們發現了 其中一種方法 不是 他們要界定 即那個所謂女性的高潮 是怎樣是一個行為上 我們可以量度到的 就是她的陰體 那個血液的流通 是 具體這個 即是生理結構 我們不會說 你自己查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是老的東西 都是 我們想看看 那個老婆 某一區的反應 多不多 都是可以其中一方法 就是看她那個血液流通 亦都是FMRI其中一種的根據 所以你說血液流通量多不多 就多多少少會反映到神經的反應 好 開股嗎 開股 開股 我開股 分別有最有效 令到女性 在一個比較淺的時間之內 達到高潮 亦都有一個姿勢 令到女性最難達到高潮 開股了 如果你想前者 即她最快的 就是那位女士 是男上女下 是 但是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做 是 塞枕頭 在這個女性的腰部以下 即墊高她 墊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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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相信 都有一個很 我想有殺者經驗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為何會這樣 應該都會笑 這是最容易 是 最難的是什麼姿勢 就是男性在後面 女性在前面 即是那些狗風格 我們在這裏講 要靠大家去實踐 根據是怎樣 為何這種姿勢是怎樣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現在只能量到的結果 只不過是其中一對夫婦 他們試會是怎樣 當然更加廣泛地去看 就是我們將同一個方法 去重複在更多的夫婦 得出一個統計結果 出來就會有更加可靠 但我覺得這個研究的 最後價值 除了話題有爆炸之外 亦是去比出量度的方法 是相對客觀的 即是你不只是訪問女士 你的興奮程度會有多少 而是真正正 由她自己的報告 以及真正正 在超聲波上觀察 可以看到一個問合的情況 你可以想像 當我們去 存更多的數據時 我們便可以給出 在大部份的人裏面 用一個什麼姿勢體位 會令大家更加寬喻 會有一個比較科學的答案 但是大家當然要記住 這個是純粹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一段婚姻 或者一個性愛的過程 後面有牽涉感情 牽涉你經濟的穩定性 牽涉你住一間多大的屋 我這裡也要戴多頭盔 大家如果未成年的朋友 就不要亂試了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來吧